大家好,我是Vincent,这一期我们再请到Julie来现场和我们一起分享Naturu Campuchery Plan的这个Program 大家好 那么很多人有个观念,认为减肥就是不能吃东西,其实Campuchery Plan是一个很弹性的产品 那么我们现在就给Julie来跟我们分享Stanley的那个减重过程 Stanley 他是本身很喜欢美食的,因为他工作需要他很多时间就会在高级的餐厅给予讲课 因为他是一个睡眠屋的讲师来的,那明师你知道他每个人会胖都是因为他美食当前受不住那个诱惑嘛 对对对,所以他当初告诉我说我是要想减肥,但是我是不是可以同时可以要吃东西的 就是我就建议他说,如果你有削课的时候,你在酒店的时候呢,你是可以喝了Campuchery Plan才去教课 那午餐你可以吃这个酒店所招待的这些宝宝啦 那在晚餐你可以用回Campuchery Plan 或者你想要跟朋友出去吃都OK的 只要你在没有教课的时候呢 你还是可以一天三餐以Campuchery Plan为主 就是说你可以弹性地依据你的生活需要啦 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设计他可以接受 那么这种很弹性的设计啊,就是很多人就会有下一个问题说了 这样子吃,有时又是补肥,有时又不吃东西,那么会不会有效果,会不会浪费钱 你效果肯定还是会有的,如果你本身不介意那个减肥的那个时间拉长的话 是吗,你同时还是可以看到那个效果 像Sexan Lee,他这个案子是吗,他用一年时间 一年,他有的吃,同时剪一下又吃一下 他一年时间他剪19个Kg 也不差啊,19Kg 那么也是平均一个月就是一到一个半公斤 那么很多人呢,他其实有些朋友呢,可能他有自己结实 那么他有做一点运动呢,可能他一个月呢,也未必能够减到一公斤 对的,对的,对的 所以那就是非常好的效果 那么他减重过后呢,他的生活上有没有改变吗 当然,他个人肯定是信心提升哦 那我先谈一谈说,他有买衣服吗 他之前不买衣服的 那他减的时候,他得到他那个减瘦的效果跟信心过后是吗 他有时候要去买衣服哦,他会自拍耶 消费了,然后送给我说 你今天你帮我看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适合我啊 就是他的信心回来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本身之前他不喜欢拍照的 他不喜欢拍照的 那他呢,就在去年,就是2018年呢 他呢,就参与了NECTURU的Slimmer of the Year 嗯,OK 所以他很享受我们的Slimmer of the Year的那个shooting 就是啦,剪你的肥过后呢 其实可以帮一个人信心提升很多 对啦,所以那我们NECTURU每一年呢都有这个Slimmer of the Year的活动 那么让我们的产品使用者呢,他成功减瘦过后呢 他想有一集这个他重新造型的照片 是的,那还有一点我想补充的是 为什么最大的那个KICK STANDING TO START,他想要减肥啦 那重点是,因为他是一个专业的讲师嘛 那收入肯定是不错咯,形象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他知道说,这样子长期再这样子吃下去 体重一直在上升的话呢 健康是他出问题 健康一定是问题 那健康出问题,如果他需要付一笔蛮大的医药费 所以加上他不能继续在他的工作了 对影响工作 那他就会生活上他就会面对很大的问题 所以他才愿意的 就看他刚好遇到我们又这么弹性的Program 所以呢,他就这样啦,就成功的收下来了 OK,完成你这个信任 所以他收了下来的时候呢,然后形象提升啦 自信提升呢,现在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好 哦,好,那么就恭喜他啦 是 OK,好,那么这一期呢,我们的分享就大使维持 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